7月31日,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香港出席团结香港基金的活动时表示,香港近日经历多场大型示威,而引致这场政治风暴,适应修订逃犯条例而起。 但随着政府停止修理工作,事情应告一段落,如纷争在持续,长远影响市民就业及生计,香港会输。 他希望通过对话协商,停止无休止的示威对抗,恢复香港核心竞争力及投资者的信心。 董建华称,他对香港近日局势感到焦虑及忧心,他相信美国及台湾是幕后推手。 自香港回归以来,一些别有用心人士和反华势力一直利用制度差异,破坏香港和内地的关系。 和过去的群众运动明显不同,实在有理由令人相信,这次的风暴有幕后的推手。 亦可能是外里的势力,假日了有关的不同的组织。 其实你种种迹象可以看到,可以指向台湾和美国。 他们利用香港和内地制度的差异,煽动港人的恐共情绪,破坏内地和香港的关系。 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令香港变成国际博弈的战略,令香港变成反抗中央的基地,作为牵制中国的旗子。 作为香港人,我们绝对不能够被其他人利用的。 董建华表示,香港特区政府和平处理了多场大型示威,这正表明香港的集会自由受基本法充分保障。 但他提醒,必须警惕少部分人利用政府和社会的宽容,以暴力手段任意冲击香港经济和社会秩序。 他还谈到,过去一段时间,很多人对眼前局势表达了不同意,但很多市民未发出声音。 他希望这批沉默的大多数表达自己热爱和平的意见,阻止情况再继续恶化。 在一批沉默的大多数眼看着和平先进,好好地的一个香港,突然间变成, 你追我打,充满了仇恨,迷惘,失去,缺由妄言不知, 我们有必要一起发出最响亮的声音,要求国家马上停火,停止无忧子的示威对抗, 让不同理念的,不同背景的群体透过协调,挫伤,化解分歧。 董建华强调,要战胜现实的政治风暴,须有四个原则。 一是,国家主权不容挑战,二是香港社会稳定,不容破坏, 三是与暴力行为划清界限,四是民间声音不能不听, 为政者必须虚心听不同声音。 我的立场是很清晰的,第一,对于这些全心扰联香港, 撕裂香港,梦想以暴力摧毁香港的害群之马, 我们绝对不可能妥协的,第二,对于这些困扰香港多年的, 急切需要解决社会民生的问题,政府应该马上处理, 不可以等的。第三,对于当年邓小平先生为香港设计一国两制,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和红约,我们必须坚决的执行, 贯彻到底。 董建华最后赞扬香港警察纪律严明, 港警多次被国际人权权威机构评为亚洲最佳, 他相信警方有能力击凶,捍卫法治, 以果断措施恢复社会秩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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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